东海小岛 它与灯塔相伴三十余年 在保障航线安全的过程中 它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守护海岛灯塔 这里是位于我国浙江省东海沿海海面上的北极岛 岛上的最高处处理着北极山灯塔 它是温州市内仅有的一座有人职守的国际一级大型灯塔 也是浙东南沿海首座大型驻航标志 灯塔是建于航道关键位置的一种塔状发光航标 它对于引导船舶航行方向 指示危险海岸、岸礁等危险区起着重要的作用 每天度中粮都会来到灯塔上 对57块太阳能电池板进行清洁检查 由于海岛自然环境特殊 为了保证太阳能板 每时每刻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渡中粮对太阳能板的清洁工作格外重视 渡中粮是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 温州航标处北极山灯塔主任 自1990年北极山灯塔发光以来 渡中粮便是首塔人 在这三十多年里 渡中粮与寂寞孤独为伴 与台风暴雨搏击 始终坚守着人在灯亮的初心 为航行船只提供驻导航服务 正是因为他三十多年来 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初心 铸就不凡 2019年 渡中粮被交通运输部 授予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称号 2023年 他又在全国海事系统评选中 成为最美海事人 那么渡中粮为何会选择 在海岛上从事守护灯塔的工作 在三十多年的岁月里 他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 1972年 渡中粮出生在北极岛的一个渔民之家 对于这些世世代代以岛为家 以海为田的渔民来说 北极岛有着特殊的意义 海岛附近是浙江北极渔场 而海岛的两侧 有着两条重要的运输航路 东航路和西航路 正是因为地理位置特殊 北极岛附近时常强翻林立 舟急穿梭 为了引导船舶舶航行 并保证航行的安全 1989年 国家在北极岛开始修建灯塔 1989年北极山灯塔开建 我刚好那年18岁 18岁就是说在这里当了一名水艺搅拌工 当时北极岛建起来 是我们岛上唯一的一座灯塔 房子也是最漂亮的 心里想如果能在这里工作 我感觉就非常开心乐意 1990年12月 北极山灯塔建成正式发光 机缘巧合下 杜忠良如愿成为了一名灯塔看守人 温州寒标处给了我们村两个来灯塔工作的名额 我非常幸运成为了其中的一个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以捕鱼为生 我们渔民都知道灯塔的意义 在大海中的作用 来自我来灯塔工作 船家都为我高兴 我也下决心要好好干 走上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岗位 杜忠良欣喜异常 可是他很快发现 虽然自己不用再像父辈那样 与海浪搏击 与危险时刻相伴 但是做一名灯塔看守人 却是另一样辛苦 刚开始就是说是在900的时候 就是用的是柴油发电机2135 那时候是用的灯气是PRB21 特别耗电 只能用这个柴油机发电 还需要24个小时 北极山灯塔发光 最初是靠柴油机发电 而保证柴油机24小时都要正常运转 是守塔人的重要职责 因此检修发动机 就成为了杜忠良上岗后 首先要掌握的技能 而对于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电路和机器的杜忠良来说 这却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 包括这个是刚开始看那些柴油发电机的一些说明书 它是由什么布景组成的 然后维修基本上是怎么样的 就是多看看这些说明书 然后这个柴油机上面就是说 在说明书看了之后呢 平时我们机器的确是发生构章了 那就跟着这些老师傅一起动手 通过不断地主动学习求教 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不到两年 杜忠良对于灯塔上的所有设备都已了然于胸 并掌握了日常维护和检修的技能 可是几年之后 新的挑战再一次摆在了他的面前 北济山灯塔的灯气和能源进行改建 发电设备由柴油机变成了太阳能 后来又逐步安装了无线电雷达应达器 传播自动识别系统基站等先进的助导航设施 对于杜忠良来说 如何才能掌握这些全新的高科技设备呢 这设备的改化这个东西像这些无线电ARS之类的 它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都是英文字母的 灯塔设备的更新换代 并没有让杜忠良望而却步 他以一丝不苟 勤能捕捉的态度 一点点去熟悉新的设备 适应新的工作模式 为了能掌握每一条线路的功能 他还要让正在上学的女儿教她英文 特别是一个设备里面 它的线路特别多 它的颜色都不同 后来就是很难区分这东西 后来刚好女儿回家的时候 我就问了女儿 这个是红色的代表是什么字母的 这个绿色代表是什么字母的 先把这个红的绿的蓝的这些 都把它编在自己的小车子上 然后再把这个是用个胶布把它贴在定性上 然后就是说把哪个这个接线口 标为一二三 然后对到这个一二三的选序 然后把这个红绿灯并为这个编码 然后就是说一二三的把它对上去 除了自己查阅资料 向他人求教 杜忠良也时刻留意着单位的培训机会 为了能够将这座灯塔守好 为过往船只保驾护航 他不断充实丰富着自己的专业知识 平时我们单位如果有这个是专业的培训 那我平时都参与这些去培训 把培训的知识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 点滴积累 后积勃发 杜忠良没有被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吓到 硬是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掌握了灯塔中这些高科技设备 我呢是愚民的孩子 经过大风大浪 这个不能怕 也不能绕着走 有信心啊 也有胆量 一定能传得过去 守护灯塔的工作 简单到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检查仪器 记录数据 擦拭太阳能板 但这看似平凡简单的工作 杜忠良却努力做到了极致 在今年累月的工作中 杜忠良还琢磨出一套 检修太阳能板的独门技艺 一个是炕 炕 炕就是说表面上面的一些 似乎有这个硅 刚才讲的这个硅瓶里面的发垂短路 这是炕 然后看它的后面的这些电源线 似乎老化 铜绿啊 这些是炕的一些表面 然后摸 看看这个表面如果是短路了 它这个 这一块硅瓶就特别发烫 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是说是特别就是说像这个平常的这个温度 比较正常的 杜忠良不仅要时刻关注每一块太阳能板的性能 而且还要对出现问题的太阳能板进行拆除和维修 我们基本上是测量 都是每天测量的时候 选一个时间点 看这个天气到底是前天还是阴天 如果都是前天的 那基本上在这个数值是差不多的 如果这个太阳能板它出现短路 它的定压都是低于12伏以下的 杜忠良每天都会将检测结果和天气情况 记录在自己的本质上 通过数据对比 总结 熟安每块电路板 在不同天气情况下 正常运行时的数值变化 在杜忠良看来 作为一名海岛上的灯塔守护者 无论仪器设备如何更新换代 只要肯下功夫学习 就能够掌握相关知识技能突破难关 可是当大自然的挑战降临时 杜忠良又该如何应对呢 每年的夏秋季节 北极岛所在的海域 时常有台风经过 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岛人 杜忠良对台风原本习以为常 可是成为首塔人后 他才发现 位于海岛最高处的灯塔 在台风的肆虐下 遭受的影响更大 为了保证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杜忠良和班组同事 会在台风频繁到来之前 对门窗进行加固 同时为了让灯塔在台风中 也能够给过往的船只引导方向 杜忠良还要在台风来临之前 对太阳能板传播自动识别系统 激战天线 监控设备的防台风措施 反复检查以确保灯塔能正常工作 万无一失 我在灯塔上经历过最大的 就是2020年那个黑格比台风 它那时候经过我们这里 没在我们这里登陆 就达到了12级至13级左右 经过了这个台风特别大 不过那年我们提早做好了 这个防台局面工作 就是说太阳能板啊 门窗啊 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加固 就是说院子里面啊 一塌平糊涂 就是说船目都是那些 这个走廊灯啊 船目都给它吹跑了 这些年来 北极山灯塔经受住了 强台风及超强台风的考验 在肆虐的台风暴雨中 北极山灯塔发射出的光亮 为那些漂泊在汪洋中的航船 点燃了希望 北极岛上居民的生活必需品 都是通过班轮运输上导的 台风来临时运输船停航 物资便无法补给 通讯也断了 后来就说通过我们卫星电话 给我们及时向处里面汇报 那时就台风来临的时候 也不是说吹牛要讲 确实实实在的 就是吃这个豆腐炉 豆腐炉还有这个是 咸菜缸包装呢 能容易促成 就是说这些不容易坏 为了能更好地坚守阵地 工作不受物资匮乏的影响 杜忠良开动脑筋 在灯塔旁的山坡上 开垦出了一片菜地 他还在空闲时 驾驶着他的老杜号出海钓鱼 将鱼晒成鱼杆 这样的话他就不用担心 台风来临时运输船停航了 不够便利的交通 相对单一的渔业 与沿海地区的发展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北极岛上的年轻人 陆续离开小岛 原本一起守护灯塔的同事 也纷纷辞职到外地谋生 北极岛上的常住人口逐渐减少 很多村落依然是人去无空 而始终坚守在灯塔上的杜忠良 大部分时间只能有个孤独为伴 基本上留下的都是老人 在这里种种蔬菜 年纪大顶的 有劳动力的都出海远远 不劳去了 平时呢就是说 顺着这个买菜的时间 下场跟那些老人家聊聊天 为了女儿上学 杜忠良的妻子带着孩子 生活在延安的小镇 一家人巨少离多 这让杜忠良心里 一直埋藏着对家人的亏欠感 特别呢就是说 对这个女儿 你老爸天天在这个海岛上 怎么都不回家 我记得有一次她就半夜三更感冒了 我不在家 到急诊一两四十多度 那时候就我老婆也看见我房 你老是在这个灯塔 2014年 杜忠良的女儿进入高中学习 妻子就回到了海岛 以外聘工的身份 和杜忠良一起守护北极山灯塔 长期两地分居 夫妇二人终于能够相互陪伴了 而这也让北极山灯塔 多了一份浪漫色彩 同年交通运输部 东海航海保障中心 温州航标处 开始向全社会公开招募 灯塔职守的志愿者 自那以后 几乎每年都会有志愿者乘船 来到北极岛 与杜忠良夫妇共同职守灯塔 除了为志愿者讲解灯塔设备状况 和使用规范 每天清晨 杜忠良 还要带领志愿者升国旗 当国歌响起的时候 这一刻 孤零零的海岛和祖国 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航海人的心中 灯塔就是希望 三十多年来 杜忠良用他的执着奉献 和这座灯塔一起 成为了东海重要航线的平安守护者 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种精神叫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虽然这一辈子也差不多就干这么一件事情 既然在这里要干了 就把它干好 干得精 干得细 这个灯塔以自己的家依然来爱护 就把这段灯永远在自己心中把它点亮 最小的邪惠 代表在那里面 我可以消理解释 我快捅了 我快捅了 我快捅了